嗨,大家好,我们来看一下句子改错 第一题,Let me have a look at your new book 这个句子是让我来看一看,然后你的新书 那么have a look,然后单个,然后是看一看的意思 单个可以使用 但是当它要表示看什么东西,后面要加编语的时候 我们不能说have a look,直接加 它是相当于一个look,然后看,是不及无动词 不及无动词后面要加编语的时候,要加上借词 那么这里要加上at Let me have a look at your new book 第二个,it's time to dinner 那么it's time to dinner翻译过来就是该到吃晚餐的时间了 吃晚餐的时间到了 那么这个dinner是一个名词,对不对 名词我们前面能用不定是to吗 to后面要用什么呀,动词不定是 要用动词的原型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要用名词,前面要用一个get词 我们要用for,I know,我们要用for,然后改在这里 it's time for dinner,然后才是正确的 如果要接动词的话 it's time to do something 接下来 he often goes fishing in weekends 他经常在周末去钓鱼,在周末又出错了 那我们来怎么改呢 在周末我们一定不能用这个in 在英式的用法里面经常用at 在美式的用法里面用on 那么绝对不能用in 好,最后一个 it looks a monkey 他看一只猴子 那么这个it和这个猴子 它好像是一个什么呀 然后是一样的 it,然后来代替这个猴子 说明是他看起来像一只猴子 look,然后它是一个不及物动词 就像刚才上面说的 不及物动词,后面接兵语的时候要用get词 那么在这里它就不是一个动词了 不是一个实义动词 它是一个看起来像,是一个感官动词 感官动词,我们要说看起来像什么 动词后面再接一个戒词 然后才能表示看起来像是look like 因此这里就是it looks like a monkey 它看起来像一只猴子 你学会了吗